好像麵包超冷喔 怎麼看起來那麼像羅茲香 哈囉大家好我是花生咪咪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我們常常在看一些 國外的短片什麼的 會發現有很多那種美妝上面的一些 小撇步小技巧 他看的時候都會覺得哇好神奇喔 一點點的小動作或是幾個步驟 就可以快速完成一個漂亮的妝容 但又會很好奇說 那樣子做真的會比我們一般的程序好看嗎 那今天我就有挑了幾個 我自己還蠻有興趣想要先試試看的 然後用這些小撇步來完成今天的妝容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等一下會先從底妝開始 不過因為我今天想要嘗試的腮紅是現在 網路上很紅的就是反向腮紅法 它的意思就是說先塗上腮紅在臉上 然後再去上粉底液 所以在上粉底液之前呢 先來把腮紅上上去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完成那個反向腮紅跟底妝 反向腮紅因為它是上在底妝之前 所以建議使用的腮紅是液狀腮紅或是膏狀的腮紅 不要用粉狀的怕會跟底妝打架 但是我實在很久沒有用液態跟膏狀的腮紅 我臨時間找不到 所以直接用唇膏來代替腮紅的部分 那我這次用的是那個 就是之前也有開箱過的 塞上的唇膏 然後因為它非常非常的滋潤 所以要把它拍開來當腮紅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大量的就是給它這樣子塗上去 抹開 現在腮紅的肌底先上好了 看起來超級奇怪 好像棉包超冷喔 自己看的覺得很好笑 好像棉包超冷 等一下 底妝完成之後呢 就一起來看看反向腮紅有沒有成功 粉底液的部分的話呢 我看網路上就說 加紅色的唇膏可以讓粉底液的顏色變深 然後呢加保濕乳液的話呢 可以讓粉底液的顏色變淺 今天的話用這一瓶子春秀的粉底液 來當作底妝 先來試試看把粉底液的顏色變深 MAKE的紅色唇膏 用打火機加熱了 因為唇膏啊加熱它滴下來之後啊 它超快就乾掉了 所以它現在就變成一個 像那種巧克力豆乾乾的東西在那邊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 那個紅色加太多了 整個變成粉紅粉紅的啊 我為了讓它那個顏色不要那麼橘紅 我又加了很多粉底液進去 就浪費了超級多的粉底液 才調出一點類似可以上臉的顏色 你就說欸那剛剛那個唇膏不要加太多就好啦 不是啊 示範的影片它就加了一堆顏色進去啊 所以我怎麼知道說 會改變那麼多 如果說你要用這招去調深粉底液的話 紅色唇膏不要加太多 把這半邊臉上深的粉底液試試看 畫一個X型之後 再用海綿把它拍開 另外也可以耶 你們看這個粉底液顏色好像 這樣用的膚色還蠻合的 反向塞紅的部分就好像是你天生皮膚就是從裡面透出來那種紅光 好像可以耶 好那這邊來試試看那個把粉底液變淺 一樣先擠粉底液 保濕的乳液這樣加進來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是加了口紅之後把粉底液調深 這個是原本的色號 這個是加了乳液之後把顏色變淺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調深是可行的 就是你紅色不要加那麼多 可以把粉底液顏色調得比較深一點 上臉之後呢 帶暖色調 其實我覺得跟我的膚色是還蠻合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粉底液這邊調淺的話 我覺得跟原本的顏色差不了多少耶 真的差不了多少 所以 如果不小心把粉底液顏色買太白的話 是可以試試看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買太深的話 我覺得這招可能比較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但是不得不說就是 子孫秀的這個粉底液妝感很漂亮耶 你看 很貼吧 眉毛的話呢 它就是會先把它畫一些框框之後 再把它填滿 就會有漂亮的眉型 但是因為它示範的眉毛 其實就只有眉頭有毛而已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樣比較適合用這一招 為了 比較好實測這個 所以我還是把後面這邊眉毛稍微剃掉 讓它符合這個影片裡面示範的樣子 再用同樣的基礎去試這個方法好了 好 我現在是把眉毛眉尾這邊剃掉的狀態 跟它一樣就是剩下眉頭有眉毛 大概是這樣子 接著就把這邊給塗顏色 塗塗塗塗 把前面這邊 暈開 線條暈開 接著用遮瑕 把這個地方面線插掉 把這個地方面線插掉 超級粗的 我好像畫太粗了 其實眉型還可以 也就是這個眉尾這種弧度跟形狀 我覺得好像還可以 但是就是太粗了啦 長得好像我爸 我換一個比較細的眉筆試試看 黏過去細一點 那我現在把這邊塗滿 出開 擦掉 這邊是如果眉花那麼粗的 框框的話 會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還行啦 就是後面這邊 你看眉尾它這個角度 跟線條 這樣子 眉尾這樣收尖下來的角度 是很可以的 然後眉頭的話 就稍微再把它 可能疏淡一些 自己調整一下 那個濃度 稍微調整一下 修飾一下 如果說 對畫眉毛 不是那麼在行 不是那麼拿手的人來講的話 這個方法我覺得 是可行的 但就不能畫太粗 畫太粗就會變這個樣子 會很濃眉的感覺 我覺得進行到這邊還蠻意外 就是都是可行的耶 難怪這些招數會在 網路上面流行那麼久 接著眼影的部分的話 這個招也是網路上很常看到 它就是先把顏色點三點在眼皮上面 再把它暈開 就會畫出漂亮漸層的眼妝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接著呢 就用刷具把它暈染開來 我把這個顏色的範圍加大一點看看好了 真的以為會翻車或什麼 但沒想到 除了我的眉毛畫粗一點之外 目前 都是可行的 接下來呢 我還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畫臥蠶的新招數 拿牙線然後這邊把它塗上 我用眼線液 眼線液試試看好了 然後臥蠶就會畫出來了 喔 好像可以耶 還挺自然的呢 就是 用牙線畫的 腳臥蠶 這邊是沒畫的 欸 可以耶 用牙線沾咖啡色的眼影或眉粉 畫出來的話 很自然耶 我覺得可以耶 牙線畫臥蠶髮 我覺得很OK耶 你們自己看 但為什麼我現在看起來有點像羅志祥 這個臥蠶的關係嗎 好奇怪 但是我覺得 牙線畫臥蠶是可以的 最後一步呢 妝容最後一步就是 唇彩 那唇彩的部分的話呢 我看到就是 它會把衛生紙先塞在嘴巴裡面 然後呢 再來這樣子擦唇膏 你就比較不會沾到其他的地方 嗯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嗯 嗯 兩缸可以耶 兩缸可以耶 這是用這個成功 好像按錯 回來 因為剛裡面塞衛生紙的時候呢 它就會擋住 所以你就只能 有一個角度 然後沿著你的唇型去上 這個唇彩 上完之後 嗯 唇型還挺漂亮 還蠻好看的耶 就是不會這樣子 歪七扭八的感覺 塞衛生紙這招也是可以 但是呢 塞完衛生紙 吐出來的時候 裡面會 卡很多那種濕掉的紙 有點噁心 現在看一下 今天畫的全臉妝容 不知道是不是 眉毛加這個臥蠶的關係耶 我就覺得 怎麼看起來 那麼像羅志祥 反正我是覺得這些小沛伯 有給我蠻吃驚的感覺 就是他們有完成他們的使命 所以如果你是美妝新手 你還在練手感那些的話 或許你也可以試試看這些小沛伯 真的可以幫助你就是 快速的達到一些妝容效果 但是呢 畫中真的是需要慢慢累積的 像一步一步去練手感 會比較好抓到就是 適合自己臉型 跟喜歡的那種技術 所以使用小沛伯自癒呢 也不要忘記就是 好好練自己的手感技術 才可以找到最符合自己的那一招囉 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只好還想看我拍這樣的主題的話 歡迎告訴我說 有什麼樣的小沛伯你想看我試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頻道 把他推薦給其他朋友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 這個妝怎麼真的是 是不是那麼慘的關係啊 我真的覺得很羅志祥 好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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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